流感 支援体盛行 免疫力才是最强的药 三招教你 激活一身免疫力 现在这个时间段比较特殊 流感 新冠 支援体肺炎都比较盛行 这个相信大家也都刷到了 那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我们除了平时戴好口罩 做好防护以外 能拼的就是自身免疫力了 毕竟这免疫力可以说是最强保护罩 也是身体最好的药 免疫力强的人 他就是不容易感染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免疫力给提上去 至于那些本身就免疫力低下 体虚爱生病的人呢 今天我教你三招来帮助激发免疫力 首先平时没事的话 可以多按揉一下身上的中腹穴 齿则穴 因为这两个穴位是肺经上的 而中医认为肺主胃气 这胃气就是负责在体表 保卫我们机体不受外邪侵犯的 所以肺气虚的人 他可能抵抗力就不行 平时容易生病感冒 或者是稍微累一点就出虚汗 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这种想提高免疫力就得补肺气 可以按揉这两个穴位 也可以搭配着中程药 预凭风散一起调理 其次多调理脾胃 保证脾胃功能强健 因为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 正气生成之本 这正气指的就是免疫力 所以像那种脾胃不好的人 通常免疫力也是比较低下的 并且会伴随着一些气血不足的症状 比如身体乏力 头晕气短 心慌心剂 脸上嘴唇没气血等等 像这种的可以多按揉 或者爱揪中腕血 足三里血 或者是参考些健脾补气血的中程药 比如硅皮丸 人参健脾丸之类的 最后保证肾阳充足 肾阳是一身阳气之根 而阳气位外而为故意 同样负责抵御外邪 所以肾阳虚的人免疫力肯定也是比较差的 并且还会伴随着一系列怕冷 腰酸 冷疼 下肢发软 发凉 甚至是尿贫 咽尿多 功能下降等肾阳虚的问题 这种平时没事就可以爱揪官员血 肾疏血来补补肾 也可以搭配着一些补肾阳的中程药 比如贵福地黄丸来调理 总之就是一点 想要免疫力好 肺脾肾三脏就得好 因为肺为气之主 脾为气之本 肾为气之根 我们身上的正气足不足 免疫力强不强 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肺脾肾不好的人建议及时调理 如果情况复杂的 建议线下到附近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